嗨,欢迎来到大波奇,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关心subscribe订阅吧,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最后,请给一个like,谢谢,您的支持是大波奇的动力源泉。 一阳亲喜化身大老鹰,动作灵活玩游戏,女嘉宾留营航不住在最新一期的大兵小将的播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去往了深圳,而在打比赛之余,一阳亲喜也和孩子们进行了团建,除了播出中的他们一起做饭,进行更活晚会和室内游泳之外,他们还在沙滩边上进行了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而在这场对决中,亲喜作为唯一的大男孩, 自然就出任老鹰了,而团建的嘉宾刘云则在小孩子们的拥护下成功的成为了他们的鸡妈妈,一个鸡妈妈带着14个鸡宝宝的场景可以说十分的壮烈了呀,而亲喜则站在一旁,现在乐阔的看着他们,说时迟那时快,在小鸡宝宝们和鸡妈妈的战乱中,老鹰亲喜秒到了落单的一只小鸡,于是快速向那只小鸡奔跑过去,鸡妈妈想要保护,却迈何太多鸡宝宝将自己 牵绊住了,只能看着第一个鸡宝宝潘思岩落入千喜的鹰掌,而后,千喜又经过了一系列的猛扑,快速地将鸡宝宝们抓住,但是这只老鹰看起来并不生猛呀,在抓小鸡的时候都十分的温柔,尽量给时间让他们逃跑,不过小孩子玩起来哪里还记得自己有一个鸡妈妈呀,于是纷纷被千喜给抓住了, 最后刘云在千喜强烈的攻击下只能放弃了抵抗,但是在最后,刘云选择了放弃了所有的鸡宝宝而将一个鸡宝宝牢牢地抱在自己的怀里,这下千喜这只老鹰没有办法一网打尽了,也是非常可惜的呀 而观众们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被万般宠爱的鸡宝宝就是李成妍,果然是团宠无遗了 而在刚开始,小朋友们表示自己想要当老鹰,但是刘云说等长大了才可以当老鹰,小时候只能当鸡宝宝 于是粉丝们立马想到了千喜,长大了终于可以当老鹰的千喜果然是非常的迅速呀 面对一群鸡宝宝毫不手软,看来小时候也是非常迫切的想要当老鹰老 而这段在节目正式播出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的 不过观伯能够放出这段视频粉丝们非常的激动啦 而18日也会放出会员版的大兵小将 相信在会员版中粉丝们能够看到这一段他们玩游戏的片段啦 粉丝们看到千喜当老鹰,纷纷表示这只老鹰太可爱了,还喊话 谢谢您的欣赏,如果您喜欢请订阅吧 不要忘记单击小铃铛,这样您会及时收到大波及的更新 谢谢